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價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貨物 紅色的旁邊 比較愛的白色 這就是蒙古的古事 古事 綠色的 前面是愛的 古事高高的 這兩個是蒙古的一款 四人的一款 叫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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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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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 哇 今天應該有特別喔 因為八月份的 哇 我們從烏南巴托 這個就是蒙古到烏南巴托 到 莫斯科西伯利亞大鐵路 就從這邊百年鑽石號 從這邊開始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邊 就是蒙古最有名的一個 那個 卡西米亞 這也是世界上階屬的 卡西米亞就是在這裡 也可以說 就是我在說 這就是叫做柔軟的黃金 來到蒙古一定會來的 這個卡西米亞 在我們台灣買一頂五萬塊 在這裡差不多五千塊就買得到了 所以 這個卡西米亞特別燙 因為蒙古 出山羊毛 出山羊毛 而且他的羊毛都是全世界最好的 那順便 那順便 還有很特別的表演 你看他們全穿的都是卡西米亞 所以人家說 一張號稱世界最柔軟的黃金 就是在蒙古 這是他們當地的model 來一場服裝秀 在蒙古的服裝秀 非常的特別 哇 帥哥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看 我們喜歡哪一件 嗯 這個就是蒙古的貓 這個卡西米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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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柔軟的 所以稱為 柔軟的黃金 卡西米亞 就是很高級的 這個卡西米亞 由來 就說 印度有一個地方 叫做 卡西米亞 那個地方也出山油門 所以只要我們看到羊毛 好羊毛 我們就跟他說卡西米亞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就是 柏格多汉東宮 也是一個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就是 就是 展示蒙古末代皇帝 蒙古末代帝王 折布尊丹巴 丹巴 他當天所大的地方 也是前蒙古 第一座 兩層樓的房子 所以他把他補起 他的顏帽 裡面差不多就是展示 一些他在穿的衣服 這個柏格汉東宮 大概就是這樣 那 咦?這個 是不是他的中央百貨 對 沒有錯 這個是 烏蘭巴頭的中央百貨 這也是我很愛來洗的 那 下一站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 宅山紀念碑 這個地方 在烏蘭巴頭的礁旗 在這個宅山紀念碑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 蒙古烏蘭巴頭的前景 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得到 那宅山紀念碑 也就是紀念 戰役中犧牲的無名英雄 就是在紀念银 在牆上彩繪 就為一些他們的那個 戰役的歷史 讓蒙古人知道說 自由並不容易 所以說 當時是怎麼見證出來 在這裡也是看 烏蘭巴頭最漂亮的 四七街景 最好的一個地方 所以到了 宅山紀念碑 可以一覽無遺 烏蘭巴頭 你看 我們想像的蒙古 是這樣 是這麼的進步 你看 有很多新蓋的房子 都在山的那一邊 大樓一棟一棟一直蓋起來 所以我們看到上面這些 就是在紀念他們戰役 他們戰爭 他們戰役 戰役犧牲的無名英雄 都在這個宅山紀念碑 這邊告訴我們 自由並不容易 自由並不容易 而且也讓我們知道 自由是非常可貴的 所以我們常常在戰爭紀念碑 我們都會想到 自由成可貴 這一個餐廳 這個是來蒙古人 蒙古人最喜歡的 就是 灰哥 我都一直說 我要來蒙古 島族灰哥店 順便看表演 這很多 這種節目跟秀 都是 百年鑽石號裡面 就是 那個大鐵路裡面 特別安排的 並不是說 來到蒙古都有 有時候就是 火車公司 特別安排的 這個我在這邊強調 要不然 參加不同的行程 他的節目的內容 也會不同 這些都是 他們蒙古的 傳統服裝秀 因為大鐵路的行程 他們 他們 費用很高 所以他們的包裝 就不一樣 他們當時的皇后啊 我們去博物館看 他們帶的這些裝飾品 都非常重 尤其 蒙古人 他們最愛的 就是 珊瑚 因為他們 他們覺得 蒙古人 外蒙古 這邊的人 覺得珊瑚 是一個 他們身份的象徵 所以我們 遇到很多 蒙古的人 來台灣 他們來台灣 第一個要買的就是 那個珊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身上 後面掛的 裡面 紅色的東西 都是 珊瑚 珊瑚 就是 他們 他們 很高貴 高貴 身份地位的象徵 這就是 他們最愛的 選擇 我們台灣在說的選擇 所以來台灣 一定要帶他們去買選擇 好